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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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Jun慧新 今天就跟大家開箱這隻送馬布隆的GK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好朋友CGA的老闆Kurt 特意幫我搬一隻這麼漂亮的GK回來 這隻一看就知道了 是雅鼓手成長之路的GK 事不宜是 我們馬上一齊開箱 Show me your brave heart 來了 這裡連吃了屎屎的爽屍布龍獸也有 我們看看它的頭 真是尖的 這個GK是沒有包你的手套 跟上次不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平常很少見的 一個又年期一號的黑球獸 下面也有號碼 這隻GK總共有150隻 這隻就是第26隻 有很多不同的特效 可以看到都做得很仔細 但這隻跟上次的GK不一樣 上次我平常砌開 它是個號碼 我相信一會兒砌 都是一個挑戰 然後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肩膀 我可以看到這些位置都尖 而且顏色都尖得很漂亮 而且它金色的位置都很滑 很帥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勇氣的徽章 滾球獸 太多拿著 還有第一代的步行機 亞古獸 我覺得是一般般 其實 講多一點 抱歉 開印相 但是 我看完電影之後 我覺得 原來是 我們成長了 不同年代 看數碼暴龍 有不同的感覺 亞古獸一直都是很成熟的 他是看著太一去成長 以及看著我們去成長 而他一直都陪伴著我們 是想我們好 所以其實 大致若語 亞古獸 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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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 盤子 這裏真的很漂亮 整個 重器徽章 在這裏 千多寶寶修 頭 看回頭 這個 真的很帥 像我們以前玩的 數碼暴龍 機仔 我們看下一層 這個座 是非常之聚首的 我們看看上次 我之前的GK 都是這些位置 會有個號碼 這個就沒有 這個是暴龍獸 暴龍獸做得很漂亮 牙齒都尖 我們看看 眼睛是多幼神 這個身體 很有霸氣 應該都是 站在這裏 我非常想要 待會要送出去 都有點悲哀 這個位置是尖 我們再看看 這三種不同的質感 都是做得滑 而且很帥 而且很帥 它連底下 未必能看到 都做得非常仔細 太一的頭 我覺得不像太一 樣子衰了一點 但是 都可以的 頭髮沒有之前 我們開了一隻左座 這個頭髮都是不差的 好 這也是 機械暴龍獸 暴龍獸的身體 暴龍獸 我想再說一點 它的舌頭很棒 而且它的爪 都是非常仔細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 就一起開始組裝 由於拍攝的關係 首先 我們把配件 放在這裡 先看看底部 底部 跟上次不一樣 是沒有號碼的 我首先 由這個 戰鬥暴龍獸 開始 因為通常都是 我公司教育的肥仔 跟我說 就是先組裝大部分 一開始就碰到釘 OK 在這裡 不是 沒事 我看到 我剛剛再近一點看 它的肌肉 都很適合 這裡可以組裝得很漂亮 我看到它前面這個位置 就先幫它補回 下半身 好 搞定了 其他的部分 我們怎樣去組裝 這裡有一些小小的配件 一會兒 我們最後才一次過組裝 這裡你也看到 這個滾球獸 它那兩條竹 在這裡都有 是很細節的 這個GK 這些東西多到我都掉了 組裝完 這個戰鬥暴龍獸 就契了機械暴龍獸 看看 說什麼 好 一開始就組裝 左手先 組裝一下 你看 這些高潮位 又要唱一首歌 又要唱一首歌 魚怪魔我即刻變大 如見高手痛快得多 一擊起我就有課 儘快儘快把聲符 亦不必想再多 最好的必須再遇過 逐個反擊對方一個一個 我彈球全擊破 好 廣東話是 Let's fight Let's fight 這裡 好 砌到了 這裡 放在這裡 又好像有砌錯 為什麼我每次左右的錯 真的很過分 太一 你看到滾球獸 如果再近一點看 加上兩條鬍子 真的很漂亮 不過 太一 摺得住 太一的頭 這個 當然是有打開拳 看這個樣子 始終也不太太一 不過 不要緊 我再放下 亞古獸 亞古獸應該就是 放在這個位置 太一應該都是他旁邊的 這裡 勇氣揮章放在哪裏 有沒有還有一個位置 這裡 找到了 YEAH! YEAH! 啊 Sorry 最後 看 電影那裏真的哭得 Felifera 我也覺得 做人我們一定要有夢想 要不然 我們跟合余是真的沒什麼分別的 還有少許角 還有少許頭髮 還有少許小小的配件 稍後就拆開給大家看 至於他的喪屍暴龍 其實跟他的勇氣揮章的位置 就是一樣的 我們轉頭 也會有兩個版本給大家看看 我們更快的 我們看來看 我們有一個 好,我們已經砌完了 我想說回這個二選一,作者是認識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正常有用力揮載進化路線就是這樣上 如果不是的話,就變成吃了糞的喪屍暴龍 我看到整件事,肌肉線條全部都很漂亮 總結來說,因為它是數碼暴龍 缺點就是有些東西很鬆 所以我現在都不太敢觸碰它的東西 但問題是,東西都是很仔細的 但有時有些鬆,有些角,我都不太敢觸碰 最後,這麼漂亮,這麼大隻,以及作為數碼暴龍 是不是很想要呢? 你想要嗎?送給你吧 如果你想要這隻GK的話 首先,你要Like、Share和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而且,由於它是數碼暴龍,我都不太想送 這次是要大家寫一下感想和答案問題 我們就會抽出最好、最有創意的位置 第一條問題就是 在這個01系列的數碼暴龍 你去到電影版,你究竟是哭了多少次 還有哪幾個位置哭,為什麼 第二,就是你沒有看電影的話 就麻煩你快去看 就是電影開頭的《Brave Heart》 就是有少少改動的 而《Butterfly》就是沒有改動的 你一開始用這首歌,還有一首有改一首沒有改 有什麼感想 最後,如果真的很想要這個GK 記得答問題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就說,Show me your brave heart 我覺得是有一個很大的哲學 就是我經常跟別人說 送到暴龍,你可以幫你查到 是不是一個好女生 我經常跟別人說 有一個很大的哲學 我經常跟別人說 以前你要追女生 有些學問的 你第一次跟她說 如果你不知道跟她說什麼 就問她有沒有打魔手世界 如果她說有的話 有很多話題 她說沒有的話 其實也沒有什麼話題 當你追了這個女生 你就可以問她第二條問題 就是你看送到暴龍,有沒有哭 如果女生沒有哭 我都不知道怎樣照顧你的兒子 這些都是一些很冷血的女生 我都不會建議大家 跟看完送到暴龍,不哭的女生 去拍拖 說說一下 都被人傷害得多 所以我左右手都不太合理 一說女生 這個位置就不太合理 OK,終於組成了 現在這裡 全部都有罪 不過不要緊 我今天在組裝這個 戰鬥暴龍 組裝得很開心 不過你的手在這裡 好像找不到位置怎麼進去 OK,在這裡